这些个侍卫啊,都来自大内的秘密机构 粘杆处,在粘杆处的侍卫啊,那都是大内高手 他们啊,是为皇上办一些皇帝啊,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差事 走进古迹讲故事,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今天啊,咱们继续留在这明清两代皇帝的御花园当中 掰扯掰扯这御花园里的故事 上一集,咱们讲了御花园里边的两座庙宇 其中的四神词呢,直到今天啊,也没有谁能研究出来这里边供奉的到底是哪四位神仙 今天咱们要是聊啊,咱们就聊点更邪门的 咱们掰扯掰扯这御花园里边的王国之兆 在这御花园当中啊,有很多的奇石 这些奇石啊,有的是中乳石,有的是木变石 最多的呢,就是南北台湖石了 其中呢,在天一门外的一侧呀,有这么一块石头 您看啊,这块石头,它长的呀,就像是一堆的海参 所以呢,它非常的形象的被称为海参石 您看,这一堆海参往这一放啊,根根条条 连这海参的肉刺啊,都清晰可变 您还别说,它确实能够担当这奇石二字啊 当年啊,宫里的皇上娘娘老太后啊 都非常喜欢这块天成的奇石 奇石啊,这是什么呀 咱们现代人都知道,这就是珊瑚虫的爸爸 那么这块石头,就体现出了王国之兆吗 没有,这只是咱们故事的一个小开头 我用它来做咱们故事的开始啊 是因为啊,我想啊,把最精彩的 细思极孔的这些事啊,放在咱们故事的最后 在这天一门的另一侧 也就是这块石头的对面 您就会发现啊,有另外一块石头 这块其实啊,它奇不在造型 它在于这块石头上的纹路 您看这石头上的纹饰啊 就好像有一位道士对天常拜 更有意思的呢,是在这石头的另一侧呀 有七颗小点,就好像天上的北斗七星 这个画面啊,在石头上啊,是浑原天成的 徐徐如生,就好像一幅泼墨的山水画一样 于是啊,这皇宫里的能人啊 有学问的呀,就给这个石头起了一个名字 叫孔明拜北斗 这个名字呀,不起则罢呀 如果取了这个名字呀 这块石头就有方寿术的意思 咱们大伙都知道啊 在三国演义当中啊 这孔明摆下七星灯,向天借寿 是为了多活两年 可是呢,中间啊,有这个魏严闯杖 打翻了七星灯 最后呢,这戒兽这个法事啊 他失败了 所以诸葛亮想长寿的愿望啊 就随着这七星灯的打翻 和参拜北斗啊 这个法事的中途打断而破灭了 您想想啊,这事他多不吉利啊 天底下的皇上啊,无不想长寿者 您瞧着明朝的家境 清朝的雍正皇帝 各顶各的想长寿 争着抢着的炼丹修道 他们要是知道啊,这后花园里 他们喜欢的这块骑石啊 有这么一层意思啊 我想啊,他们早就搬起来 扔井里去了 说来说去啊,这短寿啊 无非也就是皇上个人的事 还有更可怕的呢 那就是王国啊 历史上,两次雪星的 最为凄凉的王国啊 在这座玉花园中都有体现 咱们先往远了说吧 武王克商 商朝的末代天子蒂新 也就是后来说的那个咒王啊 据说这位天子啊 生活非常奢靡 见这个九池肉林 见露台 这露台是什么东西啊 露台啊 就是养路 观赏路的台子 商朝那晚 皇上家养路啊 无非是两件事 一呢 是为了拾其肉 二呢 为了取其皮之一 观赏呢 可能也有 不过呀 据说这帝新 商咒王啊 他喜欢看大美女跳舞 对这个小动物门的 他认为啊 这个活着的远没有啊 放在盘子里的好 有人说啊 这商咒王修建露台 是压垮商朝民众 最后一根稻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这露台它大了去了 是个浩大的工程 据史书记载啊 这露台啊 占地面积 大概有三里地 光上了说呀 有一千尺那么高 说实话啊 这事儿我不得信 就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 搁今儿个 它也得是个国有大型项目 您想啊 这东西 跟一个县城的城区那么大 而且往高了说 还有三百米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工程啊 好 一山填海了 这个 所以说建真露台啊 就是劳民伤财的亡国之兆 就在这紫禁城的后花园当中 靠西啊 它也有一座露台 这座露台啊 叫观露台 是这皇二娘娘老台后啊 看路 观路 未露的地儿 之所以竖起一座高台啊 可能是为了保护 宫中女眷 在未露时候的安全 可是这观露台啊 观露台 它与那商众王的露台 在名字上暗和 这可真是大大的不吉利 后来啊 到了清代的时候 可能这皇上家醒枪了 这个地方啊 就不用来观露了 因为呢 这是御花园的制高点 其中之一 所以这大内侍卫啊 就在这上面 设了一个岗哨 哎 这上面的岗哨 那厉害去了 您想这是哪啊 这是后宫啊 是晋宫 这儿可不是谁都能来得了的 尤其是男人 但是呢 这里树木假山众多 容易藏人 所以啊 这里必须留一个侍卫的岗哨 并且啊 在这儿值守的大内侍卫啊 并不是东营 西营的扑户们 这些个侍卫啊 都来自大内的秘密机构 粘杆处 在粘杆处的侍卫啊 那都是大内高手 他们啊 是为皇上办一些皇帝啊 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差事 粘杆处啊 是小名 它有大名 叫尚于备用处 还有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外号 叫血滴子 关于这个机构啊 哪天啊 咱们拿出一期来详细的讲 今儿啊 咱们在这儿不展开说了 总之啊 在这个台子上站的侍卫 老厉害了 这是我发现的 这御花园里啊 第二件 有亡国之兆的地方 紧接着啊 我就跟您说着 第三件 您呢 从这御花园的西边穿过来啊 到了东边 哎 有一座假山 叫什么呀 叫堆秀 要说这堆秀啊 那真是漂亮 这都是大块的太湖石砌成的 而且呀 它不是北太湖石 都是南太湖石 块块啊 都印证了那 观赏其实的四字真言啊 什么呀 瘦漏骤透啊 那么香气堆秀山的这些太湖石 又怎么印证出亡国之兆了呢 您听我说呀 您知道这些石头都是哪来的吗 哎 我先不跟您说它哪来的 这些个石头啊 都有个小名叫花石缸 我想啊 有明白董行的哥们一听就该乐了 说不能吧 这花石缸不是宋朝吗 那玩儿不都应该得开封吗 能明白这层意思的哥们啊 那水平就高了去了 可是呢 这里边最后啊 还有个细节 您还是得听我说 金康之变以后啊 这北宋算是亡了国了 金朝这些达子呀 不但把这灰青二地啊 裸掠到了北国 并且呀 把这汴梁城里的真毛 洗劫一空 咱们前边小片里不是提到过吗 就那十个硕大的石骨啊 他们也没放过 金大定三年的时候 金世宗想在北京修建琴华岛 就是现在北海公园的琴华岛 可是呢 这北京城啊 地出北方 没有那么多造景的骑士 于是啊 他就想起啊 这汴梁城里边的跟月来了 这跟月是什么呀 这跟月呀 是宋徽宗在汴梁城中间 修的一座假山公园 要说到天下方家败国之物啊 那没有再比他厉害的了 修建跟月的太湖石啊 都来自南方 吴越之地 哎这个运到开封怎么运呢 那是啊 玉房拆房 是玉城门队啊 拆城门队 劳民伤财 耗费民力巨大 这些硕大的太湖石 在民间被称为花石缸 关于这运送花石缸的故事啊 不用我多讲 那水浒传里边写的明明白白的 所以说 您就知道这民间呀 对修建跟月有多大的意见了 跟月修建好以后啊 这宋徽宗啊 还在这个园子里啊 放养了很多野生动物 可是随着宋朝这国力的衰败啊 这些野生动物也受了罪了 为什么呀 没人喂呀 每到夜里啊 这汴梁城当中的根月 传出这豺狼虎豹 嚎生一片 那可真是好一派 王国之景象啊 金朝皇帝把这些花石缸运到了北京城 修建了北海 到了清乾隆的时候啊 就把这些太湖石剪好的 拆下了一部分 搬到了御花园 修建了这堆秀山 您想啊 这要不见从乾隆以后 这大清国呀 是一天不如一天 一会儿不如一会儿 直至这宋统王国 哎 您说 跟这点破石头 它有没有关系啊 您别看我呀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我就负责给您讲故事 在这儿啊 给您掰着掰着 这下结论呢 还得是靠您自个儿 得 今儿这御花园里的事儿啊 咱们算是没少末的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就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各处溜达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天不早了 您记准了啊 自到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